包含昨天陳志涵又跟他又吵了一架 就在那個網路上互相撥火 那現在是不是他們都已經不在演了 不在演了 他們不是每天都在演 你說誰不在演 這關係可能已經 這關係已經裂痕就是 公鬥扶上 對 公鬥扶上 就演到檯面上 哇 所以一下華燈出上 一下又是上演鎮蕃傳 哇塞 好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喔 我想說就於柯爸爸啦 這個柯爸爸病情的關係 我們是從 所謂在新竹的集結的場合啊 聽到所謂柯美蘭講的 讓人家感動的話啦 雖然我是不感動啦 但是他們用這個所謂 柯爸爸的病情來當所謂 可憐從戰術直接直指死法 讓他們家庭支離破碎 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糟糕 在柯美蘭還沒有說出父親病情之前 我們就算有一些人知道 也不願意在公開場合去說 因為我們認為柯文哲家人的私事 與金華城弊案 和政治獻金本案無關 那到底是誰拿來放大操作的 一定 大家就知道柯美蘭嘛 還有李國璋嘛 甚至李國璋還說 司法對待不公嘛 還讓他們父子無法相見 等等這樣子的言語 甚至不知道彼此的狀況 請問一下到底是誰在說謊 那不管是經由鄉民網路網友爆料 指證柯文哲在星期五的晚上 就有去見柯爸爸的狀況 事後民眾黨才出來解釋 那接下來他們的吵吵鬧鬧 我覺得都只是面子問題 有人吵的面子是覺得 他的這個新聞資訊比較慢 那有人吵的面子是說 天啊 我在講一個巨大的謊言 你居然把我揭穿了 我想這都為了爭面子 那其實都讓外界 都覺得都是笑話 我想就是大家就想 就是柯文哲的華登初上 裡面一定會有一位 這個很重要的媽媽 我想這個柯文哲版本華登初上的媽媽 就是邱媽媽啦 那當然他跟這個政商名流之間 一直以來都有來往 那不管是穿梭在餐桌之間 還是在這個企業訪談之間 都有邱媽媽的影子 我想他也就是好心想要幫忙柯文哲 在柯文哲每一次假裝是蘇啟兒的時候 總是會心軟幫忙募款 但是我在想說邱媽媽的好心跟好意 到底有沒有進到所謂民眾黨的這個金庫裡面 比較重要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是外行人看門面 內行人看門內 那什麼是門內 我想那個門內 就是所謂李文中的木可公安公司的這一塊 從報導裡面我們也看到 他會透過公司開發票的方式 來收受所謂這個企業相關的捐款 但是有許多企業家也跟我抱怨 有時候只是好心好意 有時候也懶得理他 他又一直來找 所以之前那個嘉義大善人也說了一樣的話 他每一次要跑來募款 然後只好就給他一筆錢去裝潢辦公室 你看我們從柯文哲的對話紀錄 有看到不管是蔡碧如的薪水 還是賴香菱需要募款 等等的字眼 是不是都成為柯文哲套利的手段 我覺得這一個是非常讓人家 覺得非常心寒 支持他的人的錢 到底都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另外我覺得檢調盤查這麼多人的 唯一原因就是因為 柯文哲死咬著1500是時間 那我們現在就問一下台灣民眾黨 500是幾點 300 200 20 40 到底都是幾點 講清楚 還是柯文哲20就等於20分鐘 40等於40分鐘 我覺得這太荒謬了 所以會不會是柯文哲 這從八月開始 每天都在說謊 就為了要掩蓋所謂 政治現金假賬的問題 還有募可公安公司金流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分 要麻煩調查局還有廉政局的單位 好好去查清楚 那可以幫我們講一下邱沛玲的背景 是不是什麼樣的背景 讓他跟財團關係如何 我想邱女士 他在政商關係很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父親的關係 是一位有名的名人邱創煥 那我想這個大家也 他以前的這個身分背景 大家Google都可以搜尋得到 那也就這個關係 所以另外還有他在媒體 也擔任這個高層的部分 那我覺得人脈會不會就是 柯文哲的前脈 那我想柯文哲 他這個不受企業家喜好 因為他不太喜歡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禮節禮素 所以會不會是需要邱沛玲 當他的化妝師 我想就非常明顯 那他們的圓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因為好像有一些雙塵論壇 邱沛玲別人是坐上面的 我想如果大家有印象 柯文哲號稱 他每天七點半一定都有準時開會 從來不請假 但他確實有請過假 那他請假的原因 就是為了去吃一頓早餐 那我想大家就知道 是跟誰一起去吃早餐 那是誰約的 當然就是邱沛玲約的 那我相信邱沛玲跟柯文哲的關係 就是大家也不用去想太多 就是比橘子 比蔡壁如 還要更核心的核心 那我認為 這個幫助朋友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認為邱沛玲 恐怕是交錯朋友 搞不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柯文哲啊 拿這些錢都在幹壞事 對啊 我想問一下 因為特別你跟柯文哲的關係 這麼好 那是不是也有可能 有經手相關的金流 我想金流一定是 有人拿了錢嘛 然後再把錢交付給另外一個人嘛 然後再把這些錢 全部再疊在同一個地方嘛 然後最後再變成柯文哲幾種 喜歡的樣子嘛 那目前啊 透過很多檢料資料 我們一一的梳理來盤查 柯文哲的精子力學 也就是他這種錯綜複雜 互相交疊 又糾纏不清的狀況 那肯定 第一個就是跟李文中有關係嘛 還有呢 所謂中間人 會不會就是所謂 柯文哲最信任的人 就是橘子 徐子瑜嘛 那當然啊 募款一定要有人開口嘛 那那個人會不會是協助他的 譬如說這個所謂在藍位 錶帶裡面有出現的 金手人的這個步合 我想不只一個邱沛玲 也不只一個橘子 甚至有可能不只一個李文中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是檢料盤查 但是我是要呼一顆文哲啦 真的要老實一點 不要害到別人嘛 檢料只是想要你承認 金華城1500審慶金 到底不是時間 到底是不是錢 你就老實回答 何必要傷害這麼多 無辜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好 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想 也有針對那個蔡幣有部分的 希望聽一下你的話 就是主要是 它是好像跟黨中央 那個已經越吵越烈了 然後 剛早上就是黨中央跟客家 把他趕到中部嘛 但是現在 包含昨天 陳志涵又跟他又吵了一架 就在那個網路上互相撥火 那現在 是不是他們都已經不在演了啊 欸 不在演了 他們不是每天都在演 你說誰不在演 這關係可能已經 這關係已經裂痕 公鬥扶上 對 公鬥扶上 就演到檯面上 哇 所以一下華燈出上 一下又是上演正環傳 哇塞 好 那基本上是這樣子喔 我想說就於柯爸爸啦 這個柯爸爸病情的關係 我們是從 所謂在新竹的集結的場合啊 聽到 所謂柯美蘭講的 讓人家感動的話啦 雖然我是不感動啦 但是他們用這個所謂柯爸爸的病情 來當所謂可憐從戰術 直接直指司法 讓他們家庭啊 支離破碎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非常糟糕 在柯美蘭還沒有說出 父親病情之前 我們就算有一些人知道 也不願意在公開場合去說 因為我們認為柯文哲家人的私事 與金華城弊案 和政治獻金本案無關喔 那到底是誰拿來放大操作的 一定 大家就知道柯美蘭嘛 還有李國璋嘛 甚至李國璋還說 司法對待不公嘛 還讓他們父子無法相見 等等這樣子的言語啊 甚至不知道彼此的狀況啊 請問一下到底是誰在說謊啊 那不管是經由鄉民網路網友爆料 指證柯文哲在星期五的晚上 就有去見柯爸爸的狀況 事後民眾黨才出來解釋 那接下來他們的吵吵鬧鬧 我覺得都只是面子問題啊 有人吵的面子是覺得 他的這個新聞資訊比較慢 那有人吵的面子是說 哇天啊 我在講一個巨大的謊言 你居然把我揭穿了 我想這都為了真面子 那其實啊 都讓外界啊 都覺得都是笑話了 了解 那現在他們吵鬧鬧 是不是也是代表 其實民眾黨本身就有很多的派系 民眾黨本身就有很多派系的原因啊 是因為啊 每一個人都在搶著吃嘛 但那個東西啊 又不好吃 那大家都爭著搶的時候啊 那個樣子會更難看 所以他們不是用刀叉來分死 他們是用手爬的你知道嗎 那我就覺得啊 這個不只大家有看到嘛 有分什麼叫柯家人 那也有屬於柯家人的發言人 那又有所謂啊 好像這個跟柯文哲主席 整天有交代他很多事情的人 各種派系各種系統都有啦 但是我是覺得在地方的服務上 都非常薄弱 所以我是建議民眾黨要爭 應該要爭地方人士的支持 爭地方民眾的支持才是爭啊 我不要去爭那些口水跟鏡頭 很了解 然後再來就是 好像民眾黨當初其實蠻多人 一直在爭取柯家人的支持嘛 就包含柯媽媽 陳輩子 是不是爭取他們支持 其實就是等同可以得到柯文哲的支持 誒 因為 因為柯家人加天下嘛 所以獲得柯家人的支持 當然就等於柯文哲嫡系的支持啦 那這樣的支持的聲浪在這個所謂 因為最近啊 這個年底啊 民眾黨接近年底都有黨代表的選舉啦 那柯美蘭的發聲 也是在黨代表的群組裡面 然後被截圖出來啊 然後被炒作成新聞 那我想裡面的轟轟烈烈的狀況啊 其實搞不好都是私利啊 但是民眾黨的成立應該是要為公民的利益而戰出來 不應該為私人的利益在那邊鬥爭嘛 所以我是覺得非常難看 那目前啊 柯家人可見啊 應該是已經差不多衰敗了啦 那如果還要繼續去消費柯家人 我是覺得這是大可不必 和平位 是 新移民 一 新移民 樹 樹 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